在2025年7月,世界天文台首次捕捉到一粒以極端速度略過太陽系邊緣的物體 它被正式命名為Samaeatlas,成為歷史上第三粒確定來自星際空間的瑞星 它的速度,軌道和物質構成,全都不屬於太陽系常規範圍 彷彿是從另一個行星系統漂泊而來的流浪者 10月尾,它接近近日點,走入太陽背後的盲區之中,Samaeatlas突然消失整整9天 沒有光度,沒有尾巴,沒有反射 就好像它在太陽光額的深處經歷某種變化,瑞星被重新啟動 直到11月24日,它再次在處女座的漆黑背景下出現,但已經不是原來的瑞星 光度比預期幾乎高出一倍,尾巴結構異常複雜,化學特徵甚至開始跟典型瑞星不同 而更內人尋味的是,它正向地球緩慢迫近,將在12月19日達到最近位置,約1.8 AU 安全,但不尋常 今集我們要打開這顆星際來客的最新異常 支持夜幕怪星製作,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分享 沙馬一律在太陽背後再次出現,全球天文觀察網絡幾乎在同一時間察覺到同一件事 這顆星際瑞星,變得比上一次見到它的時候更加狂躁,更加不可預測 11月24日當日,多個天文台同步上載數據,瑞星的光度突然急升,由原先預期的10等跳到接近8等邊緣 幅度之大,甚至令部分天文台以為儀器出現錯誤 但是,錯的不是儀器,是瑞星本身 光度增強的同時,沙馬一律的瑞尾出現一個極度罕見的現象,分叉 主瑞尾保持向外伸展,但另一條細長,角度偏移約20度的次瑞尾 從主體旁邊慢慢拉開,預備某種力量從內部扯裂 一般情況下,分叉瑞尾通常出現在非常大量噴發或者強烈的太陽風出現 但今次分叉方向,竟然逆反太陽風方向小許偏移,這點令人非常不安 隨後的光譜分析帶來另一個震撼 科學家在瑞尾的微細塵埃中檢測到含淡化合物 甚至包括一種極罕見的星際高能分子,青基月計 成分只是在星際物質,甚至是圓行星盤邊緣才會檢測到 而在太陽系內,特別是一顆高速經過的星際瑞星之中出現 代表它可能帶著另一個行星系統的化學成分 更令人心寒的是,有幾個光譜數據甚至呈現輕微但穩定的生物質 科學家都承認,以目前的資料,只可以說,它不屬於太陽系 常見的化學特徵 異常並未在此停止 全球軌道監測計算在11月底報告,Sama Atlas的軌道 輕微偏移,幅度雖然只有幾十公里,但方向異常 不完全符合太陽輻射壓,噴發力,或潮直效應 有數據顯示偏移可能來自碎核內部突然出現一個新噴發源 產生額外的非重力加速度,也有學者提出更加戲劇化的可能 外部力量,例如高能太陽風對碎核物質造成非對稱加熱 但可能更複雜 幾個紅外線天文台回報,Sama Atlas的碎核明顯變得不穩定 表面的熱點區域增多,裂縫數量亦比初次觀察增加 其中有裂縫延伸至接近200米,幾乎可以確定是新形成的活躍噴發裂口 這些裂縫,可能就是光度暴星,碎尾分差和軌道微移的真正來源 踏入12月,全球天文界的目光再次集中在同一個方向 沙米日律星沿著它高速的星際軌道,向地球外側迫近 按照最新軌道,大概在2025年12月19日 水星會與地球達到最接近的位置,約2.8億公里,1.8Au 這個距離對恆星來說是安全的,但對研究來說是關鍵時刻 因為這段時間,水星的表現,將決定它是否進入爆發期 天文台觀察到,沙米日律的碎尾不斷延長 由原本100萬公里級,伸展到可能橫跨夜空的規模 全球數據估計,如果碎核噴發再加劇 碎尾甚至有機會變成肉眼可見的長屍狀結構 如同在夜空畫出一道光河 但正正是這種狀觀,背後隱藏著不安 科學家指出三個主要可能性 第一,碎尾持續延長 如果碎核內部的裂縫繼續擴大,任何一次噴發都會將大量揮發物推向太陽反方向,令碎尾極端伸長 第二,碎核進入劇烈活動期 局部塔宿內部高壓區域觸發噴發,都會令光度突然暴升,甚至引起碎尾分裂 第三,光度突然減弱 這種情況最令人擔心,因為表示碎核表層可能塌陷,噴發來源突然被掩埋 亦可能意味著整體活躍性下降,而這種下降,不是好消息,而是碎核接近斷裂前的證止 至於地球可能受的影響,科學家強調,撞擊地球的機率為零 但有一個極低機率事件需要被監察,如果Sama Atlas噴發極其猛烈,部分彗星層內可能以高速散入太陽系 當中小量有機會在數星期後飄入地球上層大氣,形成微弱但可觀察的彗星粒子餘 對一般人毫無危險,但對研究星際物質的科學家來說,這種天然樣本極具價值 每一次星際來嚇的接近,都是千載難逢的觀察窗口 面對Sama Atlas這顆史上第三個星際瑞星,國際科學界迅速進入一種近乎半境界的狀態 11月27日,聯合國核下的國際小行星警告網絡 IAWN 正式啟動一項為期兩個月的全球協作觀測計劃,表面上是例行訓練 但任何熟悉行星防禦系統的人都知道,IAWN 只會在認為有科學必要時才會啟動大型監測 這次的目標只有一個,全面掌握Sama Atlas所有可測量的變化 首先是光譜分析 全球多過光譜而,都鎖定瑞美與瑞核反射光 研究團隊尤其著重檢測,是否存在星際有機分子 瑞核是否持續釋放高揮發性物質,物質組成是否不同於太陽系瑞星 光譜學家指出,有部分數據的吸收線不尋常地闊 意味著可能存在高速釋放的分子團,暗示碎核內部壓力正在轉變 其次是軌道計算 由於Sama Atlas已經展示一連串非重力效應 國際小行星中心在11月底重新調整數據 並加入動力噴發分布,塵內推力,熱力旋轉等參數 每一次偏移即使只有幾十公里,都可能代表內部噴發原生開,或者舊裂縫擴大 最後是高能與無線電監測 阿塔卡馬大型震裂望遠頸 用毫米波觀測碎核的熱區分布 低頻電波震裂望遠頸 監測碎尾是否出現低頻電張波動 深空網絡 嘗試記錄反射電波,以分析碎核表面粗躁度 所有動作,都指向同一件事 Sama Atlas不只是一顆普通的碎星 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星際研究標本 正因為它帶著另一個行星系統的物質 另一套化學背景,另一種內部結構 科學界必須在它離開太陽系之前 捕捉到每一分鐘的變化 Sama Atlas不尋常的行為 引爆了新一輪星際天體學爭議 11月24日,哈佛天文學家阿維,勒布,Evilope 再次提出爭議性理論,他指出 Sama Atlas碎核的結構,尾巴分叉,噴發周期性 以及未知物質的光譜特徵 有可能並非純自然過程 而是星際文明留下的外星科技碎片 或早已失效的星際探測物 勒布強調,它並不是說外星科技 而是指Sama Atlas的行為更接近人工碎片 而非自然兵核 主流學界迅速反駁 瑞星化學可因星際雲環境而異常 非重力效應可能源自多項噴發 未知物質可能是高能化學反應產物 但反駁有一個問題 沒有人能解釋光度默動、尾巴同步擺動 和周期性噴發的一致性 因此,爭論持續升級 有科學家坦然承認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Sama Atlas不屬於任何以知瑞星類別 沙馬一律瑞星的重現 帶來的不止是視覺震撼 它迫使天文學重新審視星際天體的定義 也可能是首次證明星際物質並非單一類型的例子 它的異常噴發、未知化學組成、複雜尾巴結構 與周期性噴流 全部都為未來十年的研究打開左身方向 而它即將在12月19日達到最接近地球的時刻 將成為理解它真面目的最後窗口 如果你想親自觀測 12月份凌晨4點至5點 抬頭望向處女座方向 你可能會望見一絲微弱但不可思議的星際光線 而這束光 或許只是宇宙飛來的下一個秘密 我們可以使用一些網站或App Sky Safari或Stelerium觀測三百一律瑞星 如果喜歡今集 點讚、留言、分享、訂閱我們 下次再探索傳說故事 反正想不斷 nu叫做通知音 即使是從另外一抵襲 反正返目的MV